经历传承 见证历史 老人过世是不能大张旗鼓操办的 天亮之前 一大家人围在奶奶的病床前 由爸爸主持着 做了三鞠躬和末倒 随后就上路了 两年后爷爷去世 也是相同的这样上路 我爷爷年轻时 从老家出来做生意 在城里置了很多房产 老家也有一些地 不过土地是无偿的让亲戚使用 并不收取租金 爷爷做的是五金生意的 经营大小五金螺丝盘条 汽车轮胎 还有玻璃器皿等等 很多年生意盎然 那个年代 有钱人都是娶三五个姨太太 而爷爷只有奶奶一个裹小脚的妻子 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爷爷的家教很严 爸爸和叔叔他们小的时候 经常要在柜上帮忙干活 爷爷却不许他们吃东西 干完活只能回家吃我奶奶做的饭 我们姐弟四个 只有大姐去过爷爷开的店铺 应该是公私和营钱 那时的大姐个子刚够柜台高 而我还没有出生 解放后 爷爷作为公私和营的资方代表 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 把资产全都主动上交 只留了四间半房家人住 但华城份时还是被定为资本家 爷爷后来当过几年的民校校长 致力于民间扫盲 文革十年浩劫 爷爷家并没有被抄家 一是爷爷的为人是有口皆碑 二是家里也没有什么可抄的吧 爷爷喜欢笔墨字画 有点闲情意志时 就在一个外形寄向梅花 又有许多小圆格的瓷盘子里被水彩 然后写字或者做水墨画 画的花草水鸟都有 我小时候经常捣乱 把爷爷的水彩颜色捣乱 也弄得自己满手满脸的 有时以为要白揍 回头看看 发现爷爷并不生气 笑呵呵地看着我 奶奶去世以后 爷爷画了一个奶奶的画像 十分逼真 把相框挂在墙上 用一个大手帕盖着 我见爷爷时不时地掀起来看看 可见爷爷对奶奶的一往情深 父亲在兄弟中是老大 解放初在中央团校毕业后 先后在市委机关和企业工作 虽然命运多舛一声坎坷 但在家里永远是宽厚仁慈的存在 听母亲谈过父亲 在经过历子政治运动以后 似乎与以前判若两人 现在完全是一普与世无争的样子 估计是看透了人世间的沧桑响开了 老二 我们称为大叔 大学毕业以后留学苏联 主修航空动力专业 回国后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工作 曾任设计处总工程师多年精通四国语言 听大叔说 他们在那个年代去苏联留学 特别是学习飞机制造专业的 每一个留学人员的表格都需要周总理亲自签字批准 小时候听长辈们聊天 说大叔在苏联时 与一个俄国女同学做朋友带回照片让家人看 被我奶奶教训一通 后不敢再提及 当然 中苏关系恶化以后 这种跨国联姻一定是没有结果的 三叔年轻时入伍 在华北军区文工团里 北京军区占有文工团前身吹小号 听三叔说他在部队时可以在行军时睡觉 一边行军走路 一边打着瞌睡 可见在那个年代 部队生活之艰苦 离开部队后 三叔转业到地质部文工团 再以后是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会里工作 由此我也跟着沾光看过一些内部影片 三叔非常聪明 家里的照相机因为我借给了同事 拿回来的时候快门坏了 我琢磨了好久 修理不好去问三叔 三叔说我的思路不对 结果他一会儿就搞好了 他的修理方式让我的脑筋急转弯 我小的时候经常要床 三叔笑着对我说 看到你早上起来 先看看院里有没有人 再把夜里尿得像世界地图的褥子 挂到靓一绳上 三叔开玩笑说 如果你长大以后还尿床 会把媳妇冲走的 四叔在诗大学中文 说话时喜欢咬文嚼字 年纪轻轻却有点老学究的样子 经常拿着一本书 得意洋洋地说 你看看 这样的好书居然只卖几毛钱 说着说着 摇头晃脑地言诵起来 四叔大学毕业后 先在郊县中学里教书 后来调到包头钢铁公司 在子弟中学任教多年 到了我们这一辈儿 按家谱顺序名字中应该有个凤字 不仅仅是姐姐妹妹们有凤字 而且年长的堂叔百兄弟起名 也有个凤字 到了我出生的时候 母亲觉得男孩子的名字有凤字 缺乏阳刚之气 所以从我开始不再使用凤字 之后我两个书百弟弟的名字中 也不再有凤字 估计以后家谱也就不复存在了 虽然出生在那红通通的年代 然而我印象中的童年 却是一片灰色的记忆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们 理应阳光正气 正属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候 但是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当中 由于爷爷的成分和父亲的右排帽子 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使得我从小就有些自卑懦弱 甚至有点怀疑人生了 参加工作以后 近况有了改善 企业里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很多 你只要努力工作 不会有人随便给你个政治帽子戴 工人老大哥们大多数都宽和纯朴 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那时候经常讲 工人阶级是主要生产力 而且强调的是产业工人 我曾经问过父亲 产业工人与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 父亲告诉我 铁路工人离开铁路就失业 钢铁厂的炉钱工离开了炼钢炉也是失业 产业工人要靠集体劳动 而且必须依靠企业 才能维持生活 所以最能代表工人阶级的特性 产业工人容易团结起来而形成力量 手工业者是可以独立作业制作成产品的人 称为小手工业者 如果工厂关门 自己就可以在街上摆摊 来维持生计 但手工业者不容易齐心协力 父亲说世上并没有工作种类的好坏之分 适合自己就好 不过那时候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 只是服从分配罢了 我在工作上比较努力 但由于文化起点低 工作学习的都很辛苦 我们这一代人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 依靠在读书或者自学 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 所以有人说 我们是文化上严重贫血的一代 或许以后的历史会露出一段苍白的面孔 于果曾经说过 谁需度年华 谁的青春就将褪色 生活就会抛弃他们 相信很多人的一辈子不是在路上 就是在书中 转眼几十年过去 不知不觉的我们都老了 好像还来不及认真的体会年轻 匆匆忙忙地经过了中年 又似乎恍然更是一般 发现如今已经是老年人了 现在回不去的 不仅仅是故乡 还有时光 那就好好珍惜每一天吧 就像尼采所说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所以 最好的日子永远不是昨天 也不是明天 而是今天 年轻时虽然也有些志向 在回首时 已经是只盼老少安了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 但有时候往事并不如烟 那就让往事随风吧 随风而去 就像齐琴唱的歌曲 让往事随风 都随风 都随风 徐宁 2023年8月